中意上开车拉着青梅影后路过坟场 没想到两公里竟熄火四五次 一怒之下我下车开骂 从祖宗十八代骂到街坊四零 果然再也没熄过火 然而青梅却悠悠地提醒我 其实第一次熄火的时候就没有了 隔天热搜就炸了 冤枉人的见多了 冤枉鬼的第一次见 我和柳如烟从小一块长大 他成了影后 而我摆烂做了他的助理 他在剧组演戏我睡觉 他上综艺我睡觉 这是传出去之后 影后的助理一直成了像波波 不少高材生听说 做影后助理可以天天睡大觉 于是一个比一个卷 想拉我下台 公司眼红的人越来越多 我久违地感受到了危机感 我像以前一样将柳如烟堵在墙角 捏起沙包大的拳头威胁他 你说你会不会换助理 柳如烟眉头一条 伸出手握住我的拳头 凑近将我逼到他与墙之间 我和他的距离就差几厘米时 他拖着尾翼慢悠悠地说道 谁告诉你 我要换助理了 柳如烟漆黑的眼睛注视着我 眼睫毛很长 煞内间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喉咙一滑 莫名吞了口口水 我装作淡定的样子 别过头说道 迟早我要让他们知道 我是不可替代的 嗯 你不本来就是吗 柳如烟说得理所应当 但我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 可耻的脸红了 柳如烟受邀参加一档职场综艺 他是幕后观察员 各行各业的都有 不巧 综艺里有个十分完美的助理 名叫曹旭坤 他记得所有总裁的习惯爱好 还能很有效的整理资料文件 做事从不拖泥带水 一看就是职场精英 嘉宾打去柳如烟 有没有想换助理的冲动 柳如烟连思考都没有说 不考虑 我觉得我的助理挺好的 这一期播出后 粉丝纷纷在柳如烟网络底下贴图 第一张是我在剧组 睡觉睡得流口水的照片 第二张是柳如烟递给我咖啡 表情无奈又宠溺的喊我 醒醒下班了的图片 第三张是柳如烟站着被剧本 我坐着玩手机 还自着牙大笑的图片 粉丝吐槽 这就是你挺好的助理 简直倒反天罡 姐姐听我一句劝 咱咖啡已经上去了 是时候换助理了 曹旭坤在节目影会表示 要是影后挖他的话 他不介意跳槽 其他人嗅到了八卦的味道 恒星集团总裁表示 曹旭坤是我弟弟 他也是柳如烟的粉丝 要是真跳槽了 我这个姐姐也只能祝福他了 粉丝苦口婆心劝柳如烟 坤哥精英职场人 又是恒星老总的弟弟 听话 咱辞了这个小助理 邀坤哥 对啊 坤哥成了助理 咱收拾收拾能生咖了 小助理别赖着我们柳如烟了 赶紧走吧 外面吵得心疯血语 就为了这么一件小事 最后一期恒星老总点名要见柳如烟 平常都是柳如烟开车 我坐副驾吃吃喝喝 但为了不被骂得更狠 我续的一下闪现到车门前 拉开车门启动车子 摇下车窗朝柳如烟喊道 上车 柳如烟凑近摄像机 摄像以为柳如烟要给节目组 提供超绝颜值素材 连眼神都认真了不少 扛着摄像机对准柳如烟 手都不带抖的 下一秒柳如烟说道 我家小助理总是这么轻快 你们说说 我不对她好一点上 拿着这么好的小助理 说完她进了车 摄像大姐将住了 这回的时间比较晚了 路过一片坟场车熄火四五次 我终于怒了 停下车 柳如烟一脸坏了的表情 拉都没拉住我 我下车就骂 行行行 都别睡了 起来听我说话 我不管你是哪家七大姑还是八大 九大婶子十大叔 去年走的还是今年买的 我就想问问各位啥意思 真欺负我们柳如烟脾气好是吧 一共二里路熄火四五次 怎么的 地下没王法了 我不管你是谁 抓紧走 我现在打火 再吸我把你们骨头挖出来炖汤 进车里柳如烟表情复杂 我以为她害怕 拍了拍她肩膀说道 别怕 老人说了遇到这种情况就得破口大骂 胡骂可不行 果然打上火后 后面直到到了目的地也没吸一刺火 我勾起嘴角看向柳如烟说道 看吧 是不是很有效果 却没想到下车前柳如烟看着我悠悠的开口 其实第一次熄火的时候就没有了 看着坐在角落不敢开口说话的摄像师 我才意识到坏了 果然隔天热搜爆了 影后和她暴躁的小助理 冤枉人的见多了 冤枉鬼的第一次见 一众网友瑟瑟发动 坏了 他连鬼都能骂成这样 骂我不是小菜一碟 这件事在网上发酵了好几天 许多人觉得好奇 纷纷在晚上开着没油的车去骂坟 骂的话和我骂的话一模一样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帽子叔叔发现很多人在坟头上原地打转 眼下清黑 天刚亮 他们就看见帽子叔叔一脸摸不着头脑的表情 哭着抱住帽子叔叔的大腿哭喊 帽子叔叔就命 有鬼啊 一个人喊可能是巧合 一群人喊那就不是巧合了 因为没人成功过 所以网友纷纷在网上骂我 这件事要是是真的 我倒立吃响 我看就是炒作 什么时候助理也需要炒作 看综艺了吗 曹旭坤和他竞争助理 曹旭坤这么优秀 他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就想出了这种方法 这很难理解吗 曹旭坤在网络发文 我觉得所有高端工作都建立在过硬的专业知识上 旁门走到始终是不长久的 我专业知识过硬 所以我觉得柳如烟以后可以考虑一下 我觉得我挺配的 言下之意就是我不配给柳如烟做主 恒星集团老总转发曹旭坤的这条网络 配问我弟弟有多优秀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我是我弟弟追星的强硬后台 真有意思 我念着网络 阴阳怪气的冲柳如烟说道 人家可是恒星集团老总的弟弟 又那么专业 他要是做你的助理 可以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 还能给你拉资源 我叹了口气 摇着头感叹 不像我 真是废物一个爱 柳如烟薄唇挑着浅浅的弧度 谁说你是废物 你给我提供的情绪价值 就不是价值了 在我眼里八百个曹旭坤也不如你 我知道柳如烟在哄我 想想从小到大 我砸巴着嘴说 幼儿园老师让做手工 你一句话没说就给我做了 上学这几年 值日打扫卫生 一直是我站在旁边玩 你吭吃吭吃打扫 大学要学分 也是你一个活动一个活动的 替我参加 就连上班我都能一直嫌疑 柳如烟 你怎么这么好啊 柳如烟没少一条 温柔的嗓音又低又沉 因为某人说要娶给我 我就要陪你干活 柳如烟看向的眼光悠悠的 颇有怨念 我干咳了两声也是尴尬 不过呢 却有此事 只不过都是小时候 不懂事的时候说的 我和柳如烟从光屁股开始 就是邻居 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 看见男女主结婚 我就拿了一块纱金 盖在柳如烟头上 一字一句说道 柳如烟 现在你是新郎 你要娶我 小柳如烟一向淡漠的脸红了 眼睛闪闪发光 像个小大人一样 拉着我的手说道 不对 是你要娶我 我懒得和他争辩 索性将纱金盖在自己头上 脆生生的说 那我就嫁给你吧 你要把零食都交给我 还要帮我干我不喜欢干了活 小柳如烟认真的点头说 好 这简直就是霸王条款 但柳如烟一直贯彻到了现在 听着柳如烟这么说 我只能起了心又开始摆烂 也是 我努力干嘛 反正我有你就好了 柳如烟戴着金丝眼镜 看起来柔柔弱弱的 但镜片后看向我的目光灼灼 似乎是对我的话很满意 他轻声说 没错 你只要待在我身边就好 柳如烟一向对我有一股莫名的战云 这我是知道的 小时候亲近我的女同学 都毫无理由疏远了我 他们有一个恭喜 那就是看向柳如烟的眼神带着害怕 换作被人可能会害怕柳如烟 但我不一样 我设恐不喜欢和人打交道 这样正合我意 柳如烟出了名的毒蛇 很多网友不满意我是助理 要让柳如烟辞了我 柳如烟发文 请问你们是住海边吗 言下之意 管那么宽干什么 我的助理我想要谁就要谁 给你们惯的 管起了我的私生活了 粉丝一通分解 得到了这个结论 于是他们也跟着柳如烟站在了一边 虽然我们柳如烟的助理是个小废物 可是他可爱啊 看着扬眼 炒作怎么了 人都欺负到家里了还让人欺负吗 我支持小助理 没什么真本事的人 粉丝找优点找破了天就找到了颜值 压根没人认为我不是在炒作 粉丝找的优点不是很能站住脚 于是粉丝们开始想破脑袋给我反黑 天知道他们都没为柳如烟反过黑 或许这就是爱乌及乌吧 不过粉丝们确实超不过黑子 因为实在没找到我什么优点 柳如烟大粉在群里发 兄弟们 我脑子要炸了 而我缩在柳如烟的粉丝群里潜水 不敢说话 曹旭坤被气的做了柳如烟死对头的助理 柳如烟的死对头叫沈幼楚 他和柳如烟同一时间出现在众人的眼中 但不管什么据柳如烟总是压他一头 当年的影后最终候选人就是柳如烟和沈幼楚 最后柳如烟胜出 所以沈幼楚有个外号叫千年老二 沈幼楚在演技上压不了柳如烟就从别的入手 柳如烟发文之后 沈幼楚立马找了曹旭坤 曹旭坤有气 两人就这么签约了 沈幼楚发文内涵柳如烟 多谢柳影后成全我这份爱才之心 柳影后比较感谢 但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需要有能力的人 要是谁都靠关系 沈幼楚的话没说完 但引起了很多努力之人的共鸣 柳如烟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波黑粉 引后究竟是怎么得来的 不会也是靠关系吧 这个世道 终究还是没有努力优秀之人的一席之地 助力搞炒作 那本人估计也是一丘之鹤 不过我还是奉劝 灵异事件不是谁都能拿来炒作的 小心被缠上 我终于体会到了真正的白口莫便是什么感觉 经纪人李哥来找了柳如烟 他是知道我和柳如烟的关系的 也知道我和他的家世 所以他一点都不着急 柳如烟没稍微调 有些惊讶地问 这种关头还有人找我演戏 李哥给了他一个白眼说道 道歉不是找你的 是找我们贺强的 我扭过头比柳如烟还震惊 啥 找我的 谁啊 李哥说 是最近很火的一档灵异综艺 叫前方高能 里面第一名那个大师点名要找贺强 听说是遇到了什么棘手的大师 柳如烟沉默了一会咬着牙问 听说那个大师很美 才二十来岁 李哥点头 他激动地说道 没错 美女点名要找贺强 我们贺强真有福气 李哥把那个大师一顿夸 柳如烟的脸却越来越黑 我看出来了 柳如烟快气炸了 综艺是最近大火的灵异综艺 参加节目的都是些有真本事的人 第一名叫张天灵 听说来自龙虎山正统道士级 是第八时代道士传人 其他参赛嘉宾有外国男巫 出马仙以及走无常等 其他的很好理解 走无常的话其实就是活着的无常 能小人生死但无法干预 只能等人死后去勾魂 换言之 地上一天死那么多人 黑白无常勾魂勾魂勾不过来 就诞生了走无常意志 相当于活着的黑白无常 我骂坟的事件出现后 也是有人艾特前方高能节目组的 但当时聊聊几个很快 就淹没在黑我的评论区里了 去了 贺强不去 这是你可做不了主 你没经过我同意在网上发文 这件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吗 李格乍了 继续输出 你是不着急 姚岛的电影马上就要选女主角 但是沈又楚现在的人气都快超过你了 而且姚岛从来就不要黑料缠身的演员 你倒好 亲手把自己的黑料送上黑子 贺强在网上被人黑着时 不是你三言两语就能盖过去的 那张天龄能找上门 证明贺强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 那些黑子自然就能过功而破 再说你跟贺强腻一起24年了 你不腻我们贺强还腻了吗 前面柳如烟都没什么表情 听到最后一句的时候 他忽然看着我 略微沙哑的嗓音带着轻颤 贺强 你真腻我了 我向来是看不了柳如烟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我可没有 我巴不得一直跟你在一起呢 李哥更气了 我连忙说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我不是要他们证明自己是不可替代的吗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李哥的表情由音转清 柳如烟抿着唇说道 不需要你证明 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不可替代的 但他们不知道呀 我朝着柳如烟走过去 拉起他的手细细棉膜 轻声哄道 你都为我做了那么多了 我也想为你做些事情 好不好 柳如烟的喉咙上下滑了一下 目光停留在我嘴上 他拽过我的手一把将我搂在怀里 那我也去 我给你当助理 李哥双手环抱 小声嘀咕 沾死人了 拗不过柳如烟 最后他跟着我一起去了巨市 前方高能地录制场地 在巨市的大梁村 张天龄表示需要见我一面 才能确定我能不能帮上忙 柳如烟冷笑一声 先见一面 谁知道他有什么图谋 言语间有几分咬牙切齿的待绝 和张天龄约在了离大梁村40公里的火锅店 这里比较偏僻也不发达 网速更不快 不用担心有人会认出我和张天龄 但是柳如烟是影后 那可保不准 所以柳如烟戴着帽子墨镜和口罩 每当有人路过时 看见柳如烟全副武装的样子 不是奇怪而是害怕 不自觉的就离我们远了些 到了火锅店也有店员一直盯着我们 我虽然不认识张天龄 但从他身上穿的道袍 就能看出来应该是他 我挥了挥手 他看见我视眼睛一亮 激动地朝我跑了过来 这时柳如烟挡在我面前语气冷漠 你的眼珠子要找我助理身上了 张天龄本就因为柳如烟的阻挡而不开心 不爽地看了柳如烟一眼 不看不要紧 一看张天龄挑了挑眉 眉少撞鬼吧 柳如烟皱着眉 我疑惑地问 你在说谁啊 柳如烟吗 张天龄坐在对面不否认 接着他继续说道 在我眼里亮的刺眼 而他 张天龄指着柳如烟说道 在我眼里黑的不行 而且他16岁那年就该死了 能活到现在证明他遇到了贵人 那贵人就是你的小助理吧 柳如烟说 你还记不记得高二的时候 你在天台找到了我 我点头 平常我总跟柳如烟一块回去 那天我要去外婆家 就没跟柳如烟一块走 走到路上的时候 我总觉得心里闷闷的 好像要失去什么是的 但是我的直觉总是很准确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掉转了方向 回去找柳如烟 那时学校里的老师同学 基本都走光了 我去高二六班找柳如烟 六班的门都锁了 按理说这时候我应该走了 但是我就觉得柳如烟还在学校里 于是我把每个地方都找了一遍 你厕所都去了 都没有柳如烟的声音 然后我突然听到了柳如烟的声音 来自天台 我跑上去就看到了柳如烟的衣服 她白进的身上布满了红色的印记 我当时心里凉 还以为柳如烟谈恋爱了 但我往前走了两步 就看见柳如烟一步一步往天台边走去 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我跑过去一把拽住柳如烟 再有一步她就要掉下去了 我那时慌了 哭着喊 柳如烟你怎么了 柳如烟转过身来 她的嘴唇上都是血 乌发下一双浸润水光的黑眸 紧紧地盯着我 没说完我就觉得另一边 有一股犀利在拉着柳如烟往下跳 我当时很生气 不知道柳如烟怎么了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我就一口咬在了柳如烟下嘴唇上 想让她清醒 我靠过去的一瞬间 那股犀利不见了 柳如烟正正地看着我 忽然抱着我加深了这个吻 香精浓滑在缠绕的舌尖妈撒 我的脑中一片空白 直到最后柳如烟放开了我 我才小心翼翼地问 柳如烟 你感觉好点了吗 柳如烟什么都没说 只紧紧地抱住了我 那天我们抱了一个多小时 我本来心就大 见柳如烟不愿意说 我也就没问了 后面渐渐就忘了 现在又提起 傻子都知道里面大有钱困 柳如烟握着我的手把玩 然后不在意地说道 那个男鬼想和我结殷勤 所以他要让我去死 我眨巴着眼睛 那你的衣服怎么回事 说到这个 柳如烟沉默了一下 在我的再三逼问下 他才无奈地说 那男鬼化作你的样子 引我去天台 还对我霸王硬上功 那时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但逃不脱 我很气 那时的我还没扒过柳如烟的衣服呢 柳如烟精瘦的腰身 春光全让他摸了一遍 柳如烟像是看懂了我的想法 将我的手塞进了衣服里 无奈地说道 以后只给你摸 张天灵咳了两声 蝶虐狗 你知道为什么他能救你吗 因为他这种体质在全世界 也很难再找出第二个 他同时拥有大功德 以及严重的杀气 也就是说他至少有八辈子是大将军 杀了百万个人 又救了百万个人 道行不深的鬼碰到他都是避之不及 有胆大的敢闯上 他就是灰飞烟灭的结果 大鬼可能能保条命 这就是为什么你骂坟没事 而他们骂坟会被教训 那群鬼心地不坏 否则那群人就该死了 同理 那个男鬼应该是消散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来找他的原因 张天灵对着我一阵拍 发回去给老道士们瞧瞧 可你找我具体是要做什么呢 我一向佛系 都不知道自己的体质这么厉害 上菜了 张天灵狂吃 在吃的孔系给我说道 大梁村丢了很多孩子 本来呢 这件事也不至于到灵异的地步 可是村里人发现这些孩子 都是半夜自己走出去的 而且我发现大梁村有扰乱磁场的东西 做法不灵 要么这里有邪道 要么这里有邪神 不管是哪一种 我们都要先找到大梁村的位置 实话说 节目组找了几天都没找到大梁村的位置 我也不行 去往大梁村的路就像是被故意遮蔽了一样 但如果有你就好办多了 你跟我一起摆阵 威力会大得多 至于柳如烟影后 我建议还是别去了 你这样的容易蛇在里面 柳如烟抬眸看了张天灵一眼淡淡道 先管好你自己 张天灵递给我和柳如烟两张符路 这是追踪符 用时只要点燃就行了 这里不安全 你俩到时候丢了就靠这个找了 我接过符路 这和外面那些骗人的符质感一点都不一样 接着张天灵搓了搓手说道 那个 你叫贺强是吧 我能不能摸摸你 柳如烟气笑了 那你要不要摸摸我 张天灵摆了摆手 也罢 随意摸男生是不礼貌的行为 他咳了咳 偏过头小声冲我说 下次悄悄给我摸 柳如烟的眼神凌链 张天灵掉了锒当的拍了拍屁股 不吃了不吃了 明早见 溜得比谁都快 这个地方的人的目光看起来让人很不喜欢 住酒店时 我下意识地拿出我和柳如烟的身份证 说到两间 一间就好 柳如烟朝我无辜的眨眨眼 委屈巴巴地说道 我害怕 一间 想起柳如烟16岁撞鬼经历 我觉得很正常 于是点头 那就一间 我和柳如烟也不是没有一起睡过 但进了酒店之后我还是有点紧张 呼吸都急促了不少 柳如烟的手忽然从我脖子后面伸了过来 我心跳乱了 慌忙说道 先先洗澡 柳如烟拿过我前面的衣架将外套挂起 这么早就洗澡 我的脸瞬间红透了 会错意了 柳如烟却笑了 然后直到睡觉我都没有搭理过柳如烟 故意出来不穿衣服引诱我 我别过头 心里默念大悲咒 高中你可没少偷看 现在成年了反而不敢看了 柳如烟声音戏血 我这人偏偏受不得机 柳如烟已经吃透我了 我转过身对上她那双黑眸 一把翻身两手霸道撑在她身体两侧 把她禁锢住 柳如烟没料到我会来这么一下 身子下意识往后仰 双手撑在床上 腰背绷直悬空将在那 我贴了上去 此时的姿势就像是她双手撑在床面 而我夸坐在她腰上一般 柳如烟的气息瞬间变得凌乱 眼神躲闪 嘴唇轻颤 声音沙哑 你做什么 我目不斜视地盯着她 感受到我灼热的目光 柳如烟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 喉咙上下滚动 水珠从她微扬的下落滑下 掠过喉咙 这下连我的气息都乱了 我和柳如烟马上要擦枪走火的时候 电话响了 柳如烟别过头 声音低沉鸣雅 电话 我红着脸从柳如烟身上下来 拿起了电话 是前方高能节目组的 是贺强吗 张天龄不见了 我和柳如烟连夜赶到了节目组 杨岛有些差异 你们过来时没遇到什么怪事吗 怪事 见我和柳如烟有疑问 工作人员解释道 我们已经来这里蹲守了好几天了 晚上是不敢过来的 有人遇到了鬼打墙 还有人打到了鬼车 我摇摇头 什么都没遇到 那个外国男乌尼亚惊讶地看着我 难事 你很有能量 还有个是出马仙柳向龙 他皱着眉头说 你们都知道我是供奉灰仙的 但我能感觉到灰仙的害怕 此处恐怕是有强大的柳仙 杨岛到现在也后悔了 我是在网上听网友说 这里有灵异事件我才过来的 谁能想到这么凶险 现在张天龄也不见了 想起张天龄给我的符 我连忙拿出来 这个是张天龄给的追踪符 靠这个就能找到他吧 走无常陌生却摇头说道 这里死了很多人 灵魂滞流 扰乱磁场 你点燃也是找不到他的 可我已经点燃了 然后符路飞了起来 往前指引着 陌生抓了抓头 没道理啊 符路平稳地指引着方向 一路上 陆毫走了许多 陌生和柳向荣全程戒备 结果连个动物都没有 直直走到了另一处地方 那里没有大梁山阴气沉沉的样子 反而生机勃勃 陌生和柳向荣表情复杂 忽然柳向荣整个人都慌了起来 连忙说道 不行 不能再往前走了 有柳仙 很强 杨岛咬着牙 原地休息吧 天亮了再说 在这里 所有人都戒备着 只有我什么都没感觉到 一路上柳如烟的手很凉 我握着他的手 他的脸色才好点 天当亮所有人都要起身 去找张天灵时 就见张天灵正往外走 身边还跟着一个漂亮妖艳的男人 男人身入五骨般 抱着张天灵的腰 娇声道 小倒是 我背你吗 男人的声音绵软无骨 听得在场的人瞬间气血上流 当然柳如烟并没有 柳向荣也没有 柳向荣要是是猫的话 现在已经狠狠炸毛了 张天灵看见我们脸一红 忙推开男人结巴道 你你们怎么来了 节目组的人眼神优越 没好气地说道 还以为你遭遇什么不测 原来是美人在怀呀 男人的目光对准了柳向荣轻声笑道 可小老鼠 柳向荣哆哆嗦嗦地往我后面头 他一个一米八的男人 缩在我后面 连头都不敢拍 接着男人快速朝我这边走过来 柳如烟皱着眉 刚想躲开 没想到男人快速掠过了他 一把抱住了我 将军 奴家好想你 他一米九的个子 缩在一米八的我怀里 柳如烟脸色更难看了 他也不上手扒了他 而是一把将我毫过去 搂在怀里 离他远点 可是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重点 上辈子的我是个女的 男人摇摇头 笑着说道 你可是大梁第一个男将军 那时的我还是小蛇 是你救了我 但等我修成了人形 外面都变天了 难闻得很 索性我又睡了 还不到半个月 他救了几个小孩 那些半夜往外走的小孩 都是他救的 此时他们救在他的洞穴里 但还有个小孩没救出来 他是姚天的儿子 杨导有些惊讶 姚天是我想的那个姚天吗 没错 就是姚天导演 他儿子是灵体 灵气很高 三年前走丢的 也就是说大梁村这些孩子 根本就不是本村的孩子 陈泽救人时明显受到了质物 也就是说可能有人在用他供邪神 张天灵看着我嘱咐道 一会进村后 你把邪神像锤烂 你身上的功德和煞气 会让你不受邪神的侵蚀 接着张天灵警惕地看着柳如烟 我不准阻止 张天灵一服谁还不知道你的表情 柳如烟贪了贪手 并没有反对 这反而让张天灵有点惊讶 张天灵说让我和他一起布阵 其实也就是让我给他放放东西 我很怀疑 这样的效果真的会好吗 张天灵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解释道 经过你手的东西威力都会增强 你就当你是增一把好了 这解释实在是太接地气了 张天灵站在镇中央念念有词 陈泽笑得眼睛弯弯 小声跟我说 将军 你说我跟他回家怎么样 我看了看张天灵 虽然他有时候见兮兮的 但认真起来确实很美 一身道袍松松垮垮 隐隐透出白皙的胸膛 柳如烟捏了一下我的手心 不准看 我轻壳了一声 转过身和陈泽说道 我觉得可以 没过一会 周围的雾气散开 真正的通道显露了出来 那是一条零间小道 连分岔路都没有 到村口时 村民的第一反应就是超家伙 你们是谁 大梁村不欢迎你们 赶紧走 杨岛和他们交流 我们是电视台的来这里录节目 他们看着黑区区的摄像头 脸色很难看 此时村长走了出来说道 既然是客人 那就进来吧 不过我们这里有怪事贫乏 你们喝了茶就赶紧走吧 杨岛陪着笑说道 我们就是来探险了 不怕 村长笑出了声 显然比刚才热情 那就让村民带你们去住的地方吧 不过晚上千万别出来 杨岛连连点头 到了住的地方 村民却不走 看起来就跟监视一样 大家尽量装作良善一点 现在看来他们应该是把我们当成侮辱的人了 张天龄说道 陈泽贴在了张天龄后背 轻声在他耳边说道 难道我不良善吗 张天龄的耳朵根都红了 到了晚上 一股奇怪的味道涌了进来 陈泽随手一挥 那气味就消失了 但我们还是装作晕倒的样子 过了一会 窗边传来小声交谈的声音 女的寄给武通神大人 男的杀了 几个村民刚进来就遇到了一阵迷雾 然后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 这个能让他们沉浸在自己最害怕的事当中醒不来 我觉得这邪神很有可能就供奉在村长家里 所有人都决定去村长家 到了村长家 里面居然养了很多小鬼 节目组的嘉宾和那些小鬼缠动 那邪神也不知道是不是自视实力强大 就在供奉在堂屋中央 上面绑着一个小男孩 杨岛惊呼 是姚天的儿子 邪神实力不低 就连陈泽都皱起了雷头 张天龄改了主意说道 就见我已经走到了那尊邪神 向旁边问张天龄 我就是要把他捶烂吗 张天龄表情急促 别 你不行 话还没说完 我一拳砸了下去 邪神像四分五裂 绑着小男孩的绳子也不再发光 张天龄柳向荣其他人齐身卧槽 只有柳如烟表情正常说道 他从小就这样 别大惊小怪 邪神消散了 解决得很快 张天龄把小鬼收拾了之后 发现村中的男人都被关在了地下室 于是节目组快速地报了警 男人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被救了 他是村长的丈夫 但村长却把丈夫献计给了武通邪神 看着他被邪神玷污 大梁村里很多被拐卖的男人小孩 还有旅游误入的游客 走之前张天龄一正言辞地说 贺强 你跟我去龙虎山学一把 柳如烟神情淡淡的 说话却不留余地 他不去 谁允许你当着我的面挖我的人 张天龄看守 好吧好吧 那我走了 走出好几米 他转头看向陈泽红着脸说 你不是要跟着我吗 先说好 我很穷的 全泽喜笑颜开 小倒是 我可是很好养护了 给点精气就行 这个精气是我想的那种精气吗 看张天龄红透的耳朵 应该是了 我和柳如烟回去的时候 李哥很急 连忙道 你们没闯祸吧 柳如烟牵着姚天导演的儿子 示意李哥看 李哥心一惊 你们从哪拐来的小男孩 我笑着说道 李哥 这是姚天导演的儿子 李哥猛了 姚天导演的儿子不是在三年前丢了吗 你们找回来的 前方高能 节目组找回来的 那你们赶紧给姚岛送去 说不定柳如烟还能赶上选女主角 你们都不知道 这段时间 沈幼楚的呼声已经超过了 再加上她背后有恒星几腿 如果再选上摇倒的女主角 那她可就稳稳地压在你头 到选角地点时 曹旭坤正给沈幼楚递水 看来是刚示镜完 看到柳如烟 沈幼楚眉头一条 你怎么来了 示镜结束了柳大影后 言语间满是嘲讽 柳如烟连眼神都没给她 曹旭坤则不小心将水泼到了柳如烟身上 她连连道歉 对不起啊柳影后 还好你不示镜 不然我就犯大错了 你怎么回事 沈幼楚假装训斥了一句 两人一唱一喝 我打开盖子同样泼了回去 泼到了沈幼楚裤子上 对不起啊沈老师 这谁怎么就往那跑啊 还好盛老师示镜完了 虽然不一定选上 但总比是镜前我犯错好了 盛老师快去吹吹 不然别人以为沈老师尿裤子了 沈幼楚怒视着我 柳如烟挡在我面前淡淡说道 示镜完了不走干嘛呢 想走后门 沈幼楚一甩手 脸色难看得很 走前她留下了一句话 你先了心思吧 柳如烟 这句的女主角只能是我 柳如烟压根就不想争 走到里面的时候 已经开始在收拾东西了 工作人员认出了柳如烟小心道 留影后 示镜已经结束了 柳如烟点头说道 我知道 我不是来示镜的 我是来给摇倒送儿子的 听见外面的声音 摇天出来时看到了柳如烟 她皱着眉 虽然可惜 但示镜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紧接着她看见了 怯懦地站在我后面的小脑海 煞内间她愣住了 像是不敢相信一般揉了揉眼睛 看清后她才颤抖朝她走过去 哽咽地喊道 宰宰 听到熟悉的声音 摇摇终于大声哭了出来 朝她扑过去喊道 妈妈 摇天丢了三年的儿子 期间一直在大梁村附近找 但谁都没有见过 三年过去了 摇天没放弃 但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 还能被找回来 她颤抖着问 这是怎么回事 我把前方高能节目组的事情 说了一遍 她痛苦地抱着宰宰 泪都流干了 儿子受了这么大的罪 她怎么能不痛呢 我和柳如烟完成任务后 就准备走了 摇导喊住了柳如烟 你愿意试试这个角色吗 摇导指的是女主角 我双眼一亮 推赏着柳如烟 你不是很喜欢这个角色吗 柳如烟沉默了 她确实喜欢这个角色 所以也没有矫情 柳如烟是有演戏的天赋的 她一演戏仿佛生来 就是这个角色 柳如烟就在网络内含有内幕 摇导直接把柳如烟视镜 和沈又烟视镜的视频放了出来 两两对比 明眼人都知道选谁 但沈又烟直接发文 可柳如烟当时来的时候 视镜已经结束了 摇导为何要破坏规定 这样做就是对的吗 曹旭坤发文 我不曾拿背景压人 却被人压了 不知情的网友本来就不喜欢我 连带着也不喜欢柳如烟了 真有这样的人了 柳如烟是 柳如烟的小助理也是 真不给我们这种努力的人活 越这样我越讨厌柳如烟和他的助理 沈又烟真惨 柳如烟和他助理真恶心 曹旭坤也很惨啊 感觉柳如烟在针对他 与此同时 前方高能最新一期大梁村播出了 看见我一拳砸烂邪神之后 那些网友不叫 摇倒发文 感谢贺强 我是柳如烟助理贺强救出我的儿子 贴图是一家三口抱着痛哭的图片 这样粉丝可有底气了 拜托 这种能说会打还不怕鬼的小助理上拿着 这是普通的助理可以替代的吗 我们柳如烟一直都会选人才 只不过你们没柳如烟那眼光吧 等等 就我柯助理小哥和那个妖妹的哥哥吗 黑子自动潜水 沈又厨也默默删除了网络 毫续坤没删 反而更不满 柳如烟直接晒出了自己家的公司上市公司 然后发文 不猜 要是拿背景压人 刚出来演戏就压了 还有贺强和我青梅竹马 贺强爸妈都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员 就不晒了 然后柳如烟又发了从小到大和我的合作 其中还有柳如烟带着白头巾要驱给我的兔 网友表示 谢谢 狗粮吃饱了 青梅竹马磕到了 再也不说小助理到反天罡了 姐还是做得不到位啊 怎么能不给小助理拿被子呢 贺强哥哥能不能教教我怎么骂人 急需 张天龄也开了个网络 发了第一条 坟场骂鬼不可取 但是贺强可以 主要是鬼都怕他 各位黑子 苦海乌鸦回头是岸 张天龄这话一出 许多黑子蹬不住了 那个说要道理吃翔的竟然真的做了 视频里他哭着道歉 我真的要被吓死了 以后我不怀疑贺强了 我给他道歉 换他的壁纸可以吗 张天龄还真的回复了 可以 于是更多黑子开始道歉 我有了特别奇怪的粉丝 他们拿我阵线 自从公开后 在剧组柳如烟年我年的更过分 根本不避人 于是我和柳如烟有CP粉了 CP粉还在猛猛巴套 柳如烟已经和我求完婚 无日就要结婚了 CP粉猛了 在柳如烟网络底下吐槽 不是姐 你进度太快了 我们前面的糖还没扒完呢 柳如烟特地回复了这条评论 让你们扒干净了算我输 不仅如此 柳如烟还总是混进粉丝群里喝自己的糖 还请教粉丝怎么讨好老公 这件事被CP粉头子查出来曝光了 然后所有人都知道了柳如烟是老公母 至于张天龄和陈泽两人倒是在一起了 但后面不知道怎么的陈泽不见了 听说张天龄满世界的找老公 人都憔悴的没有人样了 这好像就是网友们经常说的追赴火葬场 我希望陈泽能坚持久一点 张天龄这丫头得到的时候不珍惜 失去之后才明白陈泽对她有多重要 总之我和柳如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从小陪我到大的人 结了婚也没什么不习惯的 除了需求太大 其他都很好